川普宛如八點檔辦的封口案 法院三號邀請案件 至今最重要的戰人出庭 他就是二零一六年川普競選團隊中 第一個知情川普性醜聞的前幕僚 希克斯 根據CNN引述 希克斯出庭前表示自己非常緊張 甚至在接受川普律師交互結問時 還一度崩潰痛哭 希克斯告訴檢方 在大選前四天告知川普 《華爾街日報》決定刊登艷辛 遭到他染指的報導 川普於是要求他對外否認消息 希克斯說法與辯護律師一致 認為支付封口費 不是因為擔心選情受到影響 而是害怕妻子梅蘭妮雅得知消息 至於川普前律師科恩 是否跟他一樣受到川普指示 因此才自掏腰包 拿出高達台幣四百二十萬元的封口費 希克斯回答曖昧 CN報道 長達三個小時出庭作證 川普頻頻對希克斯點頭微笑 但希克斯卻連看都不看前老闆一眼 目前關鍵證人除了川普最信任的前幕僚希克斯外 事件主角燕心暴風女丹尼斯 以及支付封口費的科恩 尚未出庭作證 全案預計將於當地時間周一上午再次開庭 有可能成為今年十一月 美國總統大選前 唯一接受法院審判的刑事案件 三位新聞新聞審判審判